说东北人为啥不吃野生动物呢 吃呀 咋不吃呢 溜达鸡溜达鹅 小鸡炖野魔 铁锅炖大蛾吗 说难道就没有纯野生的吗 有 那必须有啊 但是大地打不过 小的惹不起 咱先说这个大地打不过 东北虎 熊虾子 野狼野猪 纯野生的 嘎嘎存 嘎嘎野 但是你们要是真在山上碰面了 那指不定谁把谁当野生的呢 你要是把他们吃了 那你就是铁门铁窗铁锁链 他们要是把你吃了 那顶多算个改善伙食 你就算打官子 你咋打呀 原告没了 被告跑了 顶多能在山边上给你立个标语 此处有野生动物出没 请勿靠近 接下来咱再说这个小的惹不起 狐黄白柳辉 那是那么东北虎大仙 就是在山上碰面的 你也先变眼 就谁先吃谁 他啪一下站起来问你 你看我香瘾 那不当时就给你下喇的尿呢 你不规定让磕几个 你能走了不 你还吃 你吃个屁老鸭的吧你吃 完蛋了 咋也不行